把这个欧母家暴的画面 PO上网的这个网友 被封为是高中女生的正义妹 目前的最新的进度是 这个高中女生 她已经出面厘清案情了 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高梦柔来告诉我们 梦柔 好主播这一个就是不孝男子呢 在这个大庭广中之下 痛斥她的母亲的整个过程呢 是被一名高雄的高中女生 给拍了下来哦 到时她在现场呢 真的是看不下去 因此不管这个男子 怎么样的威胁 她还是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并且在13号晚间就PO上网 让这个网友来指责哦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想要 人肉搜索出这名男子 那更了解的这名女生呢 已经在昨天晚上呢 已经有向警方描述了 当时的过程呢 不过警方还是非常想 请她到警局里 再去描述这个更详细的过程哦 到底男子是不是真的 对妈妈有粗暴 甚至动粗的新闻 还是另外有原因呢 都必须要详细的调查 那目前呢 又有进一步的了解到 这名男子年约41岁 而她的母亲大约是65岁 两个人呢 都是家住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哦 因此呢 警方呢 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来厘清当时的状况 那这名女网友呢 也被网友封为正义妹哦 还替她成立了一个 脸书的粉丝团哦 来感谢她呢 把这个不像男子给揭发出来 也希望这个婆婆呢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以上是在高雄的这一情况 镜头下方给我们的一播 好 这段画面呢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现在已经查出来 这段母子呢 是来自于北部地区 谢谢 谢谢